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让以民调为参照的投资人大为意外 今天全球股市震荡剧烈 欧股开盘全黑 美股旗指大跌 台股方面也大跌超过200点 而川普曾经说过 如果当选要把苹果产品的产线迁回美国 是否会对台湾苹果供应链产生冲击 我们也采访了分析师带你了解 美国大选金融市场走势上上下下 全球股市 汇市 黄金 债券统统大幅波动 截至下午三点钟 美国三大指数期货走低 亚太指数下跌2.7% 墨西哥批索巨变12% 避险资产的日元 黄金呈现明显飙涨 而油价下跌2% 美国十年期公债值率率下跌至1.8% 所以的确是在大家出乎意外的 整个川普当选 使得风景资产呈现出现卖压 我觉得短线上来看 震荡的确是难迷 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黄金就有比较大幅的飙升 所以大家这个避险的意识还是比较高 就是因为突如其来 让全球市场措手不及 以台股为例 台股从早盘的上涨80点 到了中场 川普选情逆转 股市转向下跌274点 跌幅2.98% 收在8943点 有如大喜三温暖 国安基金操盘首苏建荣表示 国安基金严正以待 一旦情势波动升高 就会进场呼盘 下午国安基金召开紧急会议 而政府四大基金今天盘中 已经进场发挥稳定股市角色 本国产业的保护 或说一些 某种一些比较所谓类似 贸易这样的形成 我觉得会有 但是不是说好像变成一个全面性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主意 我们目前看起来来讲话倒不至于 专家预期 年底前连准会可能升级因素 市场卖压人大 外界担心 川普曾经放话 iPhone将移回美国生产 苹果概念股可能也有回挡压力 不过分析师认为 短期内产线全面撤回美国 可能性不大 新台地是曾一豪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中心太大 那么 越南部 越南部 越南部